来的 好了 梅丽森 进入了 2022年的日本短途马锦标 进入闸 随时起步 好 一起步的时候 出得快一点 近内荡这边 这只遜风沿壁都挺快的 全阴街出来都快 中间还有这只初径 这三匹快点 反而捉完飞结起步 慢了慢 嘎嘎声就走上来 接着出来是内村街迎 起步第五 我当是齐叫好 麻兰那边有名将金宽 延州急风声势 后些多位置就出其智盛 再后些是方华18 后些还有小赵皮 然后再见到 还有在内档那边 日照飞进 接着是大城远见那些马 暂时最后 戀爱回应这些比较厚一点 进入锦湾的时候 前面的速度最快都是他 捉完飞剑打出来 初径一路骑着跟着他 走着第三位是遜风沿壁 齐叫好外蝶第四 内档名将金宽 然后是内村街迎全阴街 再跟着那阵是方华18 然后出其智盛 扔出外档急风声势 速度大师暂时都比较厚一点 还有日照飞进一齐 进入锦湾直路好时候 前面戴着头 暂时还在那些遜风沿壁出来了 外面那些内村街迎 势很厉害 中间上来的马 还有全阴街 进入锦湾白领在前面 这些遜风沿壁戴掉了 后面追到上来 只有出其智盛 外档上来 现在才叫日照飞进 过了点一二名很近 看来遜风沿壁到了 出其智盛第二 第三名 看看是否日照飞进 真是二号 大波乱 对了,这次又赢了 看回那条阵子 那些外档真的难跑 那只内村街迎上来 速速就没有了 速度才夾到直路上 齐骄好直头也不多 齐骄反而跟前没有后的 他就在外店 因为他弯位都赚了一赚出去 推了那只内村街迎 真是二七六 最漂亮的转弯前的位置 果然就是一号 如果放得很快 是否前面跟前那些会散开 真的会 但遜风沿壁是跟前的 二七六四 还要四 内村街迎就帝 可能回不了气 前面跟上去 可能回不了气 好了,那就是二七六 还要四 结果是迪野极第一项 一级赛的胜象 一级赛的胜象 会不会马帝也有多宝呢 那你多宝 差不多一级赛 一级赛 原本都不留给你 十三无、十五无、九无 真是头都昏了 尤其不过那些胜象 穿了绿灯 好,遜风沿壁 成为了今届的日本短和阿錦彪得主 我们看重播 二连的日本短和阿錦彪 入闸,随时起步 好,一起步的时候 出得快一点 近来当这边 这只遜风沿壁都挺快的 全阴街出来都快 中间还有这只初径 这三匹快点 反而捉完飞 起步慢了慢 嘎嘎声就走上来 接着出来是内村街迎起步第五 我当是齐叫好 麻兰那边有名将金宽 然后急风声势 后些堆位置就出奇致盛 再后些就方华十八 但后些还有小赵皮 然后才见到 在内党那边是日照飞进 接着是大城远见的马 暂时最后 戴外回应这些比较后些 入锦彪时 前面的速度最快都是他 捉完飞剑带出来 初径一直跟着他 走着第三位是遜风沿壁 齐叫好外蝶第四 内党的名将金宽 然后内村街迎全阴街 接着那阵荒华十八 然后出奇致盛 出外党急风声势 速度大师暂时都比较后些 还有日照飞进一齐 进阵队直到好时候 前面戴着头 暂时还在遜风沿壁出来了 外面那些内村街巿 势势很厉害 中间上来的马 还有传阴街 进阵队直到好处前面 遜风沿壁戴掉了 后面追到上来 只能出奇之胜 外党上来 现在才叫日照飞进 过了点一二明很近 看来遜风沿 结果有整堆马的终点 冷门很厉害 跟手放头马后面 时间真的不快 一分人七秒八 即是今年的日本千二米 这些内村街巿 看来输一些经验 它冲了上来之后 可能回不及 折一折那一刻 它回完之后有回 原来到终点它又有回 这些马是年轻的 没有中山经验 现在它是第五而已 这些马应该再跑下去 明年就很厉害 你过了小时 它会很厉害 但是冲那段 可能一下回不了 连那些荒华十八 里面也有冲一下 荒华十八 小小匹 2764 暂定的赛果 赵飞进 都是尹尹健 今年的短途赛 他其实不是十分突出 不过他要跑这些二三名 他不是很难的 三岁仔就 七号跑得最好 松道大师 夾舞 这都追不前了 他又不是输很远 齐叫好也不做得准 因为早段在外店是望空 神这么早上来 这个跑法就不是他的跑法 今天外挡真的很难 5秒 4 3 2 1 掩锋圆壁 他妈妈信念 在2002年贏过日本短途马锦标 相隔20年之后 就到了 爆懒 2022年 今年已经 这个母子细八 历史都横跨很多年 20年 对 2002年到现在 2022年 就是远回一点 但是完成到的 是 是 信念当年就是没有封赢 猜不到今天可以爆多个冷门 世界各地 短途赛真的有时候挺难受的 我前面都说 今届一级赛马 只有两笔 нем 这一只 river 因为它有些 露韵和暴屏 不正巧 始終是中山經驗 上車 但他不是沒有 一號的放完飛劍回來就很快 所以跟著他這隻顯豐懸壁是比較好 他是那些典型不會贏 但會對大局構成極大的影響 全音階、岩田、銀下都第四 也很接近 他有些靠內蕩 其實他回來後 你有力就追到他 不過追不到 有些人很後 大城軟建 全是在尾組段 尾四、五 全掉了 更後速度大師 怎樣追得回這麼多 有很多 跑完場主題賽事 但尾場還有馬跑 外防錦標 是泥地賽 泥地1200米 有四隻尾袍馬 有兩隻入三甲 泥地1200米 我們今天都見過 少見到的 第二一甲 其實坐騎也少 他也是第一次贏 其實分級賽第二次 就是在加密玄鋒 沿逼一季內 贏海洋錦標那場 贏三級賽 一來就到了這場 一級賽第一次贏 很年輕的 1997年出生 今季第二十分 就是這場一級賽 至江泰秀都很久沒有贏五大賽 早年那一陣子很厲害 近年聲勢都弱得很厲害 有道康夫 始作芳仁那些 應該是幾大馬房之一 好像出馬都少到這麼多 第一級賽出了六季 比較好一點就是建立新第二年 那時四十四十七運 但其餘都是每季十六至二十運 但這是很年輕的騎士 1997年出生 馬主又前年行志 剛剛滿25歲而已 但要讚一讚他 他看到步速看得很穩固 剛才8號跟著 就看到明明一號太快 他還要打著跟 當然沒有 他立即捉住 他立即捉住 但群組一只有兩人拍照 真的比較少 浪費了那張照片 群組一應該是二十人拍照 不過馬還在這裏 還未夠後 先跳一段 馬主要先跳一段 馬主要跌到澳天 整個排 幾排 這樣站著 不會跑一級賽不到 對 今天可能信心又多了 有份目牆應該捧牆 馬常常跑 一級賽就一般 馬地 今天的焦點 日本馬是在等今晚 是等今晚的 排四匹 究竟可否爆機 那邊還未爆 這裡先爆冷 先爆冷 先爆冷 先爆暖 這邊 因為是心情厚意的團體 所以應該是過去了 即是完後懲治那班 因為今晚就村田 村田帳馬 遣風懸逼香港之後 獨贏35倍 二搭七當然很好分 356倍連贏 不知道 早知道我留在日本 鹹館的地方 希望拿些財職 但沒有的話 就更加難言 將來怎樣上去 現場仍在套 短圖馬錦標 其實施司還要訪問 一會兒美場做過坐騎 11號 他跑了一隻名將花首 但那隻飛馬就會熱些 獎金是十分之一 剛剛那一場 就1億7千萬 接著是1840萬 冠軍的頭馬 日圓低了 現在接港幣 960多萬 蒸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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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可能會鼓勵他們 多些來香港 是的 這個12月份 多少晚會來香港 跑國際賽 要彌補 應該很多地方都要來 應該很多地方都要來 英國 英國 又跌到奧紐園 那些 那幅度挺厲害 現在 準備聽聽我們夜劇的訪問 秋のG1シリーズが開幕しまして そしてG1に新しい風が引き込んできました ジンバ共にG1初制覇です ジャンダルームの荻野極無騎士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大喜馬さん 初G1となりましたが 今のお気持ち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率直に嬉しい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す G1と取りたいと そんな気持ちは見えていましたか そうですね G1は取りたいレースでもありますし またこうやってずっとコンビを組んできた ジャンダルームでG1を制覇した これも喜び等しよう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そうですね はい さあレースも振り返っていただきます 今日の勝負のそしてレースのポイント 荻野さんどんなところにありました まずスムーズに競馬を運ぶことが第一ですし 課題である発馬スタートをしっかり決めて 道中もスムーズに運ぶことが 頂きました そして直線向いてドローなお気持ちで追っ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ジャンダルームは能力の高い馬でもありますし 手応えも良かったですし あとはもうしっかり足を伝わせるイメージで しかしっかり反応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ジャンダルームについては 感謝という気持ちを使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すね そうですね 感謝しかないですね はい さあG1ジョッキーになりました この後まだまだまだ座すところが高いと思いますが そらだけは何でしょうか はい 僕自身も区切りのある一勝にもなりましたし 今後はよりもっとね もっとね 気を引き締めて 競馬会を盛り上げられるような そんな機種にな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今後はもっともっと オギの極の名前を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很老實,很緊張 好像很緊張,完全未知道自己做甚麼 因為平時我們看習慣李慕華和川田將 他們兩位有很多口水 福永也有很多口水 但他今天就說馬很強,我能出閘 然後馬就帶我回來,我收住我的位置做我的事 但之後問他自己是抱負 他都說希望之後多些支持 就這樣看他這麼短的訪問 似乎還未認識到 原來他今天這麼威風 沒有預備講詞 他根本在意料之外 贏了是意料之外 原來連馬斯也很久沒有贏一級賽 大阪杯19年都已經